车里这么多东西,哪样能防身啊? 你看哪个能防身? 我看看 你看 这雨伞能防身吗? 这雨伞,你拿头打我来 你打我,你试试你就知道了 我来了 快打了 快打 你说能防身吗? 不能 这雨伞嘛,你要想用它防身 防身的话,可以怎么防呢? 你不要去轮 这个伞,我这个算是比较不错的了 这个很硬啊 你要是那种小折叠伞的话 它会更软一点 你这么去打对方 你就算使再大的劲打不去了 它也不会对对方 产生这个多大的伤害 唯一可以伤害对方的是哪? 是这,这很硬,你知道吧 你要是拿这,你要怼我一下的话 你这个来怼我一下,这个我肯定是受不了的 对对我的这个腹部,软肋,头,还有我的手的这些地方 我肯定受不了,老疼了 所以说啊,你要想用这个东西去防身 你就得以这种刺,啊 以这种刺为主 而不是说这么去轮,知道吧 那这些棍子能防什么? 这棍子吧,怎么说呢 这棍子其实跟伞 有一点差别是什么呢 它本身很坚硬 你要是拿它轮我的话 会比刚才疼,拿它打我会比刚才疼 但是呢,疼是疼 你女生本身力气小 我要是直接把这个躲过来 那你就更危险了,知道吧 是的 所以说咋的呢 这个棍子啊,或者是甩棍这种 女生要是持蟹 持这种甩棍,或者是 稍微长一点的这个棍子 来打这个坏人的话 这个时候一旦被对方 把这个短兵器给夺过来的话 你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啊,女生防身 还是要沉着冷静 用那些小巧一点的东西 等到坏人过来抓你啊 拉你啊,这时候再给他 一招置敌 这个时候再去逃跑 会比你这些拿棍子去轮啊 去打呀,效果会更好 所以说啊,千万不要想 我这个女生,我拿一个棍子 我就能够把这个坏人给击退了 你要想,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力量 能不能驾驭好这个棍子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知道了吧